女孩洗澡洗衣办事突然发现 自己脖子里突然长出了一个硬块 赶紧穿上衣服来到镜子前 她再次伸手抹去 却惊讶地发现 硬块的皮肤上还有一道头 只要用力 她就能将里面的东西弄出来 女孩艾玛很好奇硬块究竟是什么 便强忍疼痛用力将其挤了出来 却惊讶地发现 眼前之物竟是一颗闪烁神秘蓝光的小球 艾玛呆住了 因为她认出了小球 昨天她被人强行拖进小黑屋 对方声称要给艾玛展示真相 随后便把小球贴在了她脖子上 而紧接着 艾玛就进入了一个诡异空间 可等她再次回到现实时 对方已经自尽了 想必小球就是当时弄进自己脖子里的 可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艾玛拿着小球找到轮椅哥 而轮椅哥经过检测后发现 小球一直在通过刺声波 朝小镇南边的废弃聚木场发射信号 想必那里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艾玛很激动 当即就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前往 带着艾玛搬离小镇 艾玛难以置信 她想留在小镇 可没想到一向温柔的母亲竟直接翻脸了 艾玛很生气 她隐约觉得母亲有事瞒着自己 不想让自己去剧木场 可母亲越是这样 她就越想去看看 艾玛和两个同伴赶到剧木场 剧木场太大 三人决定分开探查了 可艾玛没想到的是 两名同伴在分别后就直接被人抓了起来 而这时正在巡查的艾玛突然发现 有栋房子竟在往外发出紫光 她赶紧进入屋内 只见房子正中间用黑布盖着一个球 艾玛小心翼翼的靠近 这时她的小球发出的蓝光也更加明亮 看来一切秘密都在黑布下面的球里 艾玛不再犹豫 一把就扯下了黑布 眼前竟是一个波乱外形的发光球体 艾玛忍不住把手放了上去 一瞬间球体光芒大了 短暂的眩晕后 艾玛再次进入了之前那个诡异空间 而当她把手离开则又回到现实 正在艾玛想弄清光球作用时 屋子的门却被人踢开了 艾玛被吓得赶紧躲在球后 来人发现光球的黑布被接下 当即意识到有人来过 于是她也将手贴在球上 片刻后她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于是朝着黑妹藏身之处望去 而这时她突然接到同伴的电话 于是也离开了 艾玛长舒一口气 而这时她才注意到 博林自杀的人 现在已经出现在了球下 并成为光球的眼亮 艾玛赶紧往外投 她这才发现被抓起来的同伴 为了救两人 艾玛触发了汽车警报 这成功吸引到了屋内人的注意 而小帅和小美则立刻趁乱离开 他们来到车上 发现艾玛还没回来 小美立刻打电话 要轮椅男定位艾玛位置 可轮椅男却说艾玛早就离开了 小美两人这才发动汽车离开 但其实艾玛正躲在房子后面 看着两人抛下自己离开的慌